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以这个盘到目前为止都依然在维持一个晶晶涨 不断每天做个创高这个当下 我想到现阶段今天已经来到9754点 我想仅仅再过不到250点 又即将要进入到这个万点 相对应就是说台股是如此 我们就呼应一下包括全球股市的一个态势 就有一个像美股来讲 美股依然就是说以道琼公益指数 在持续性连续几天的一个过程当中 都还在做一个叫持续性的一个创高 那尤其这个创高不仅仅是算波段新高 它是创下这个历史的一个新高点 那像道琼公益指数到昨天 昨天晚上它的最高点已经来到这个20441 20441点那也一样持续性几几乎天天改写这个历史新高 那当然我想以这个从2月2号这个新春开放盘以来 那我老师我们带给各位的一个操作策略的一个重点 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从封关 就是说封关之后 在过年新春开放盘这段时间 每天分享给各位就是一个四字真言 就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你一定要去做到一趟叫做积极的一个操作 积极的一个操作 那尤其是这个权力去做做多 权力去做多 那当时我们就套用一句比较俏皮的一句话 就是说这段行情我们就希望各位 你一定要站在一个叫做抢钱拼速度的一个态势 不断来快速累积 各位的一个财富 那当然我想从新春开放盘以来 到底要去买进哪一些标的 其实我老师我们在封关当时 封关那天 是指我们在过年休假期间 我们就特别帮各位 就针对过完年之后 你要来买进的哪一些标的 我们也全面性在当时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已经全部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那各位你就是在这个新春开放盘 2月2号你就针对我老师我们帮各位去锁定的这些标的 一档一档跟着来做个操作 我想这段过年的红包 从过完年之后 你都是能够很成功的去做到一趟叫做抢钱拼速度的一个态势 那也许我想我老师我们从就是说从 就是说1月13号开始 那看看 当初我们针对这档6488的环球金 我想以这档个股 我老师我们从这个 1月1月13号开始 用110块钱做一个买进 往到这个现阶段为止 总共也不过15个交易日 15个交易日 那他股价去改写他的一个历史新高 在前天股价已经来到185块钱 那我老师我们在前天是大概180 附近我们去做到这样卖出的这个动作 那当然的话以这个波段 短短15个交易日 15个交易日大概是三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已经拉开70块钱的一个价差 那这个百分比又高达63%的一个波段的一个获利 已经在前天把这个获利放口袋 那相对于我们在过年期间 送给各位这个红包标股 这些股票的标准形态 我想包括欧老师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公开跟各位做个分享 就是说针对这个 像这个5483的这个中美金 就环球金的这个母公司 欧老师我们是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趁他改写新高 当天是差两毛钱 大涨9%多 起9%多 那当然话从过完年 过完年的时候在这边 那他新春开盘第一天马上 我们送给各位 他在新春开盘第一天就锁涨停 后续到这个上个礼拜 礼拜四差两毛钱 攻涨停 那尤其我们针对我们会员也很清楚的交代 就是说以中美金这两标的 当初我们买进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我们会员朋友们预告会先看到五字头 五字头 那当然话在上个礼拜四 他股价来到这个五十块二 五十块二也成功的占到 攻到这个五字头 那相对于就是说以这一天 在上个礼拜四这一天 他量能扩大到一个七万六千张 那变成说前一天量能也不过才三万一千张 就是说他扩量太大 那当然话我们不断在节目当中 给各位分享这个投资观念 买在无量卖在爆量 我想套用在这个中美金的一个态势 从上个礼拜四爆量那一天 去做卖的一个动作 我想连续三天都是开高走低 都做一个压回 那我想以这档标的 后续多头架构的这一个个股 你趁它回拉回 拉回到这个支撑区 依然往这个多头架构还不做改变 都还可以来做到一趟 趁它回撤重量支撑 上弯的这个重量支撑 都还可以来做到一趟 后续的一个再一趟的一个买进 那这是中美金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包压4903 像这个联光通的部分 我想以这档标的 就是说从过完年 过完年那时候 也不过来在这里 后续一路一路改写历史新高 改写历史新高 我想到前天前的股价已经来到57块2 持续性几几乎乎 每天再做个改写新高 那当然的话在前天它是差一毛 差一毛就要说涨停 那当然我想以这档标的 它已经涨多涨多 我老师我们依然先把它去做到 它的获利落贷 那你要包括像这个瓶盖个股 像6456这个像GIS的部分 GIS在昨天是所长庭 今天做一个持续性攀高 我想这档标的 从2月2号当时在这里 一路一路积极呼呼 每天在做一个攀高的态势 当初我想我们免会送给 各位的这些红包标股 我想经过也短短不到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八个交易日 我想它的表现形态 党党全面性做到一趟大涨喷出 当初你有把这份资料带回去 这个红包标股这份资料带回去 行迹说你跟着我们帮各位 去锁定的这些标的 你自己就算自己去买进的话 我想到今天党党大涨喷出 你是随便买你就随便赚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办长讲座 那就针对就是说 像这些个股都已经党党 都已经涨到半天高 那后续到底有哪些 接棒演出的一些个股 那我老师我们在上个礼拜 我们特别帮各位去锁定 包括像这个生计的 我想这是属在一个叫低基期的 一些生计的一些个股 像这个6452的康友KY 那我以康友KY这两个股 我们在上个礼拜三晚上是半年讲 我们是说在当时隔一天我们待进 隔一天待进的话 当天是现买现赚涨停 变成说后续这两天形成一个亮缩的一个停顿 我想这个还没上车 你依然都可以来做到一趟跟紧脚步的一个上车 后续就是说 以这档标的 它历史的一个高点是在 是在这边 大概差不多527块钱 那当然529块钱 变成说前坡的这个510几块钱 我想这个短线上会直接往这边来做一个挑战 那当然话以现阶段股价才470几块钱 依然各位都可以来做到这样聚焦的一个跟紧脚步的一个操作 那变成说我想在这个前 就是说前天就是礼拜六是这个小过年就延宵节 那当然的话延宵节的话 沃老师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特别有邦哥去聚焦一档 这个小过年的这档红包标股 我想这档架表 我们已经在今天做一个导入的一个动作 那我想这档标的是这个中低价位的软体个股 就是5211的这个盲田 我想这档个股 我们在今天正式做一个切入 那尤其是说以这档标的 它现阶段往股价二十几块钱人人都买得起 那尤其以这档 就是说它现阶段处在一个 全面性历史的一个低档区 那目前刚刚好有底部做个翻扬 那变成说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它的一个周线的一个部分 像这个都是这个几几乎乎 大概三年的一个大敌 三年的大敌都打好的一档架表 我想以现阶段刚刚好正式去做到一趟 这个它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翻扬 底部成型正式做一个翻扬 那尤其于近期来讲 正式做到一趟放量的一个起功 我想这种形态这种个股 都依然相当适合各位 在这个阶段点 实际跟着我们过年的红包 我们继续来谈 所以说我想针对这档标的 我们在今年才做一个正式的切入 后续都还有一段的一个波段行情 等着各位去做到这样实现 那我想你想要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买进的投资派 你依然都可以利用广告这个电话 直接打电话进来 让卫老师我们针对它的一个买进点 你买进去之后要到什么 我们要的一个价位 在这里做到他们获利的一个出厂 你都依然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洽询 好 让今天节目告端落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以望着奇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